好,下一個叫做水污染 水弄髒了,叫做水污染 就是各種髒水、廢水 然後沒有處理過,就把它丟到河裡面、海裡面 或者滲到地下,然後就污染了地下水 就告成很多的水污染 水污染的來源,一個就是生活污水 就是你的洗米、洗菜、洗澡 這些叫做生活的污水 洗東西的 這個裡面,通常會使得水體缺氧、惡臭 惡臭 這是我們台灣最主要的污水來源 就是你每天製造的那些東西 你每天製造的就是這個,生活污水 是台灣的最主要的水污染來源 生活污水 還有呢 事業廢水,工廠 工廠 排放出來的 學校、醫院 這裡排放出來的東西 它通常會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有毒 第二個問題是含重金屬 含重金屬 兩個問題,事業廢水 還有呢 畜牧廢水 養豬的、養雞的、養鴨的 豬屎、豬尿的那種 豬屎、豬尿的那種 這個大陸會提到 它通常會造成優氧化 通常會造成優氧化 OK 叫做蓄木廢水 那還有 垃圾的污染 垃圾的污染 還有其他非典狀的 可能有散布的潮狀之類的 OK 就是 可能的污染來源 主要就是生活費水 我們什麼 施肥啦 撒農藥啦 這些都有可能會造成 所謂的水污染 然後油管破損 漏油 那我講過了 台灣最主要的 台灣最主要的污染來源 是生活費水 生活污水 是我們台灣的水污染的 最主要來源 OK 好在台灣有過的水污染事件 第一個 二人吸 綠牡蠣 蚵仔是綠色的 為什麼綠色 銅離子太多 銅離子應該是藍的 可是沒有藍到那麼藍 就被看起來就是綠綠的 蚵仔 這個在很多年前發生過 教授寫了報告 然後呢 就說這個有綠牡蠣 就是牡蠣啊 怎麼含重金屬過高 然後就引起恐慌 就有一堆神經病跑出來啊 表演生吃牡蠣的事情給你看 一點意義都沒有 當然會提到 這種重金屬不是有毒啊 吃下去不會死啊 不會死它就掛掉 沒有 它是會累積啊 在你身體吃下去 它重金屬會跟那個 在你的脂肪裡面存下來 很難排出去了 然後就累積累積累積 累積到一個量之後 你就會發病了 什麼痛痛病啊 挖鉤病就出來了 然後為什麼生出畸形而什麼之類的 所以 光量吃不會死啊 你要吃很多啊 然後教授後來又說啦 教授後來又說啦 啊你們放心好了 按照我們這個研究結果啊 你每天要吃一大碗的牡蠣啊 每天吃一大碗 你到處都吃得到啊 我們有這個綠牡蠣啊 蚵仔是綠色的啊 我們還有銅木瓜 銅木瓜不是木瓜銅做的 是木瓜的含銅量過高 土地受污染其實含銅量過高 青菜吃一點啊 水果吃一點到處吃一點就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綠牡蠣 蚵仔 重金屬污染 高瓶溪的水質 高瓶溪的水很髒 因為以前上中下游 養豬養雞養鴨 然後還有工廠 一大堆 所以高瓶人很髒 所以高瓶人不太喜歡喝他的自來水 為什麼 因為他自來水有味道 為什麼有味道 因為他把這麼髒的水變乾淨 變得可以喝 他就要加重本 大量的漂白 大量的消毒 所以喝起來有一股味道 乾不乾淨 保證乾淨 保證乾淨 可是喝起來就不爽 因為有一股味道 有一股味道 有一股味道 因為他要把髒水變成乾淨的水 所以要下重本去消毒 高瓶溪現在好多了 因為現在把那些東西搬走 牽走就好多了 以前那水非常髒 RCA 可是這個工廠已經早就倒閉了 他把那邊的地下水污染掉 所以種出來 我講過種出來的稻米 含隔量過高 叫隔米 所以就只有一招可以用 我講過了 水污 地下水污染基本上沒救 對不對 所以只有一招可以用 休耕 不種 因為種出來都含隔量過高 所以休耕不種 不種 休耕 RCA地下水污染 含生 不知道你們建教 或生活有沒有用過 這是台灣早期的流行性疾病 烏角病 後來是因為 發生他是因為含 含生量過高的地下水 現在當然沒有啦 因為現在大家喝自癌水這些 沒有這個問題 OK 河山場 這個也可以算是熱污染 熱污染 河山場旁邊的珊瑚死笑笑的 變白了 然後呢 河山場呢 產生避雕魚 什麼叫避雕啊 避雕是我們小時候呢 布袋希那個角色 那個人啊 什麼駝背啦 瘸腿啦 反正一個怪物 就是怪他 就是形狀上很奇怪 那避雕魚就是啊 人家魚長直的 他長成S型的 S型 魚是S型 為什麼 那個當初 反核人士在那邊 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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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ㄎ 哎呀他那個輻射污染啊 怎樣怎樣這樣 那麼可怕 他跟輻射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們 理話可能教過 那個 反 核電廠的反應爐 需要冷卻水 要把它機組冷下來 冷下來 上次那個什麼 日本三一大地震 那就是搞了半天 要把它冷下來 冷不下來嘛 要把它冷下來 所以核電廠 基本上都蓋在海邊 把冷的海水吸進來 機組冷卻再把它排出去 所以進來的水是冷的 出去的水是熱的 叫溫排水 就把那個熱熱的水排出去 就使得海洋的溫度升太高 所以珊瑚動不住就死翹翹 所以叫珊瑚白化死亡 然後這個熱熱的水去破壞了小魚身體的酵素 所以那魚就長不止 人家長只 他長S型的 他長S型 叫B鯛魚 那是因為 這也可以算是一種熱汙染 這是台灣有過的水汙染事件 有汙染事件 OK 剛剛講過的重金屬 好 有很多什麼油脂啊 有機物啦 重金屬啊 還有有毒的很多的 那比較討厭的就是那個重金屬 大家討厭的是那個重金屬 因為重金屬會在人的生物 在生物體內累積 然後累積累積累積 累積到一個量之後 你就會出問題 就會發病 就會發病 就會出問題 所以危害麻煩 所以還有一些這些 這些東西都有可能 會造成所謂的 造成的 而且很不幸的就是 透過食物鏈啊 最後會死在最上面那個 就是我們啊 因為人類是最高級的消費者 日本的水猴病 有機拱中毒 工廠排放出含拱的廢水 浮游生物吸收 小魚吃浮游生物 拱就跑到小魚身上 大魚就吃小魚 拱就跑到大魚身上 人就抓大魚來吃 就跑到人身上 然後就可以就死一票人 就死就死一票人 就是就發生了很多問題 尤其像重金屬這種東西啊 我想他不是毒藥 不是下去就會死掉 他不會 他在身體怎麼樣 累積 累積累積累積 一個浮渡生物只有一點點 很多就很多 一個濃縮濃縮濃縮 結果死在我們這個 最高級的消費者身上 他會透過食物鏈傳遞 透過食物鏈傳遞 所以麻煩 小心啊 注意 傳遞過的重金屬 是一個麻煩的東東 這些東西 它會透過食物飲水 然後在裡面冷氣 然後累積到一個量 你就會發病 一個量就會發病 好 那你要注意 不要 這要講注意也很奇怪 因為台灣好像也很難注意 現在的食安問題很嚴重 吃什麼都 吃什麼都有問題 吃什麼都有問題 就是說你要注意 就是你的攝取 我想它不是毒藥 所以我說那表演生吃藕 一點意義都沒有 你居然拿了一個 綠到快變藍色的藕下去 你也不會 你也不會死掉啊 可是它會在身體裡面累積啊 累積到一個量之後 你就會出問題 你就會出問題 OK 所以重金屬的污染 是一個要注意的課題 要注意的課題 OK 這就是關於水污染的部分 看一看就可以了 沒有什麼很重要 考試也不太會考 OK嗎 OK